王俊凯 大家好 我是王俊凯 炒饭是因为 就是比较简单 从小最开始学的就是蛋炒饭 很小的 小学还是初中都忘了 应该是小学的 就是学就是 基本上是看我会的 看我奶奶 奶奶做 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想的 哇 环境保护 我可以做些什么 其实小的时候对环境保护这方面 其实意识并没有特别大 包括其实就是长大之后 也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意识 反而是就是参加过这样几次活动 之后才发现 这一些数据表明真的是非常的迫在理解 对 其实小时候爸妈就是会教导 就是就是少用水啊 可能洗澡的时候 你就是洗头或者洗目玉露 就擦的时候把水关掉 这样一些小的事情 嗯 勇往生态合理 新时代 对 之前因为参加过联合国的一些 就是关于环保的一些活动吧 一个是微生病呐喊 一个是地球零污染 会让我觉得就是现在 我们面临的这个环境的问题 会日益加重 会慢慢的变得更加严重 所以我觉得需要去呼吁就是像 我们这样新一代的青年人去好好的去 出这样一份力量去保护好我们的环境 嗯 其实我觉得社会责任对我们来说 其实最重要的其实不是说你 有在于你做了些什么 很高大上的一些环保的问题的 做了一些环保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在于 其实是你有没有这样一个环保的心 就是你只要有这样一个环保的心 我觉得你做的事再小 它也是为我们的环境保护 做出一份力量 可能你这份心会影响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我觉得就是特别大的一次进步 我在河南周口 在香灯河泽 我在福建莆田 其实非常开心啊 就是毕竟是自己的粉丝嘛 所以说就是跟他们一块去 做出这样一份力量 跟他们共同去工作这样的一个 很有意义的事情 首先是非常开心的 然后呢 也非常骄傲 就是他们能够去跟我一块去做这样的事情 当然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去 关注环境 去保护环境 就像每一个最好的自己 我是王俊凯 欢迎品尝 东方遇到的 他们那边就是对 所有的环境 还有一些 就是愿意餐厅 他们的对餐厅的一些 环境要求特别的严谨 特别严 就是什么东西都给规定好 怎么怎么怎么去弄 就会让我觉得 呃 在我们国家也应该去慢慢的去改变这样的一些 就是去做一些 呃 就是能够环保一些的 比如说垃圾分类 就是 我每天都要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垃圾分类 因为 其实在 其实说实话 就是在本身在 就是在家里面 或者说在 就是 就没有这样一个意识 就是 可能听多 听很多垃圾分类 可是自己就是 就总是找不到一些垃圾分类的一些东西 就可能 可能只有一个可回收不可回收垃圾 所以 但是他们那边就是 就是分得特别清楚 什么纸类 什么 还有一些 玻璃 还有一些什么 反正就特别特别的 多 所以我在那里 学习到最多的就是垃圾分类 你在不同的阶段 可能你会有一些 现在想尝试的东西 那你就去尝试就好了 就是没有必要把 就是框子 我必须要往这个方向发展 那我就 那我这辈子 就全身性往这边发展 我觉得 就自己有什么喜好呢 能够去满足的 就尽量去学习 爱奇艺 越想品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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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